上期我们分析了YouTube数码科技区 一哥MKBHD的成功原因 在最后留了个悬念 就是关于MKB的商业化 自媒体想要长期生存下去 肯定得有成熟的商业化 毕竟用外发电是不可持续的 但商业化往往是一个自媒体 最容易翻车的地方 稍有不慎 口碑下滑 人设崩塌 粉丝流失 在这方面的负面案例太多了 比如最近严重翻车的超级小节 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这个案例 MKB在YouTube上十几年 如长青藤般的存在 口碑流量一直很稳 商业化方面必有它的独到之处 它的商业化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聊下 我在知乎上学到了一个词 叫王志如悖论 我觉得这个词还挺形象的 关注数码科技区的 应该都知道王志如 Zilla的创始人 Zilla的主要业务 是发布手机等数码产品的评测视频 因为做得早 改善智能手机大爆发的风口 所以在这个圈子颇有名气 那什么是王志如辩论呢 王志如在2014年 与彼时还在做手机的垂直科技CEO 罗永浩 在优酷游过一场非常有名的直播辩论 这场辩论回头看没有赢家 罗永浩的问题 不是今天谈论的主题 辩论的另一方王志如 则彻底丢掉了客观公正的名声 原因在于 罗永浩尖锐的指出 王志如的公司Zilla 接受了来自于多家手机厂商的投资 有如此重大的利益相关 根源上很难保证评测的内容客观中立 数码评测的自媒体 仅靠自己很难存活下去 所以要么被厂商包养 要么靠厂商投放了广告为生 这是国内外数码自媒体的普遍状况 仅从赚钱的角度 可以说数码区自媒体日子过得很不错 因为这个领域甲方预算多 且因为竞争激烈 甲方投放意愿强 但当你收了厂商的钱 不管以什么形式 你就很难保持客观中立了 这就是所谓的王志如辩论 不收钱或不下去 收钱了又影响客观中立 绝大部分数码评测自媒体 都跳不出这个辩论 当然还是那句话 从赚钱的角度 他们都生存得很好 这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人都是要恰饭的 比如Zilla虽然口碑严重受损 但不影响他活了这么多年 赚了不少钱 但如果你想成为像MKB那样的行业最头部 且长时间的维持口碑与人设 那商业化一定得处理的非常好 确实总体来看 MKB在商业化上面 是比较克制与谨慎的 先不谈怎么赚钱 在成本上MKB就控制的比较好 上期我们就聊过MKB和LTT 两者同为YouTube数码区顶流 二者的关注量 播放数据和影响力 可以说是播种之间 但是LTT的团队已超百人 而MKB只有13人 LTT最近就因为一期视频中 所犯的低级错误 遭遇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同时暴露出许多内部管理的问题 MKB团队的扩展就比较谨慎 保持小团队运作 商业变现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管理上也会轻松的多 但在数码区 尤其是头部创造者 平常的成本怎么也不会低 毕竟MKB仅工作室 就投入上百万美元 一个月租金就得三万美元 所以只是节流肯定不够 当然还得开源 那MKB的商业化 究竟是怎么展开的呢 或者通俗点说 它是怎么赚钱的 据我的观察和研究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点 平台的广告分层 这块我们聊过很多 也很容易理解 MKB频道的视频播放量比较稳定 平均一期播放量有三五百万 每个月新增播放量三五千万 数码区的RPM比平均值要高不少 据MKB本人分享的截图 其频道的EPM有11.9美元 注意这个是广告主支付的成本 这个收入在平台和创造者之间分 创造者分55% 所以MKB频道的RPM在6美元左右 如果一个月按4000万播放量算 那在广告分层这一块 主频道一个月的收入就是24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MKB现在的视频基本都在10分钟以上 是可以在视频中插广告的 但为了保证用户体验 他很少这样做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MKB在商业化上确实很克制 至少在用户体验和赚钱上 前者有更高的优先级 关于平台分层这一点 可能对国内的数码区创造者 没什么借鉴意义 因为国内平台的广告分层 大家都懂得 跟YouTube相比 零头都不如 第二点 MKB会接广告 但是非常挑剔 这一块也是咱们重点要谈的 因为直接与本期主题相关 总的来看 MKB 一是广告不多 频道赞助商出现的频质不高 二是对甲方严格筛选 可以看出两点原则 首先基本都是大品牌 或者至少是成熟品牌 其次与视频所讲的产品 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比如近期于8月16日发布的这期视频 讲的是三星的平板 S9 Ultra 但赞助商是生产充电设备 等数码配件的品牌Anker 7月29日这期视频 讲的是特斯拉的太阳能屋顶 赞助商是一个叫Eatsleep的智能床垫 6月27日这期视频 讲的是Google的Pixel 4的手机 赞助商是Dbrand 一个做手机和平板贴纸的品牌 由此可以看出MKB挑选赞助商的大致标准 就是视频所设产品的周边或者上下游的品牌 比如讲的是手机 但推广的是贴纸品牌 还有其他相关的 比如同样是评测手机 但赞助商是Betterby这样的线下零售品牌 视频中会提到Betterby最近做活动 买手机有优惠之类的 就是赞助商与视频主题有一定的关联 这样能保证宣传的效果 但又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HIMKB都会在视频里非常清晰的声明 本期视频是由谁赞助的 单纯从收入和赚钱的角度 直接收厂商的钱做付费评测 能够收入广告费 肯定比推广什么贴纸品牌之类的要高许多 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一旦收了厂商的钱 这评测还怎么保证客观中立呢 厂商给你钱可不是让你来说坏话的 博主收了厂商的钱做评测 爱惜羽毛的肯定不会违心的乱吹乱捧 但拿人钱才吃人手短 视频中稿都得甲方认可才能发布 而且不让甲方满意 怎么还会有下次的继续投放呢 一旦有利挂格就很难保持中立 如何呈现内容 本身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一个产品有三个优点三个缺点 缺点我也提 但我可以随口一笔带过 然后重点篇幅都讲优点 这样依旧能看随客观 但实际已失去中立原则 三年前MKB出过一期视频 叫Can you trust MKB HD 这期视频谈到了一些数码博主 做付费评测的行业现状 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也谈到了MKB是如何选赞助商 如何与品牌合作的 MKB在十多年的数码博主经历中 出了一千多个视频 只做过一次付费评测 虽然那个视频也挺成功 但他对此感受并不好 所以再未做付费评测 MKB与许多大品牌有合作 比如各大手机厂商 还有Like It这样的运动品牌 但所有这些合作 均是纯粹的品牌合作 没有任何收费新闻 比如三星的新款手机发布片 会提前寄给MKB 让其在上市后发布评测视频 这种合作均没有利益瓜葛 没有了利益往来 MKB就可畅所欲言 至于评测内容 是否完全客观 每个观众有自己的感受 但至少中立是能保证的 MKB团队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就是各种线上课程的开发 你去美国一些主流的 在线技能学习平台 会经常看到MKB的面孔 比如Mask Class 是2014年诞生的 一个线上教育平台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在这里开课的 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大流 2022年也就是去年 MKB与Mask Class合作 推出了如何制作吸引人的 病毒式视频的课程 在比如另一个主流的 在线技能学习平台 SkillShare 上面也有MKB 关于如何制作视频的课程 内容涵盖撰写脚本 拍摄与剪辑等 视频制作的方方面面 除了这些课程之外 MKB还会与一些 第三方插件平台合作 Motion VFX 是一家专门制作 FileColor Premiere 等第三方插件的公司 Motion VFX的插件 总体质量很高 应该是同类里面的天花板 同样的Motion VFX与MKB合作 推出了主题 就叫MKB HD的剪辑特效插件 分别提供达芬奇 FileColor和PR的版本 以上这类合作方式 对于MKB这样的大咖 平台可能要先给一笔 不飞的课程制作费用 然后根据MKB课程的观看人次 时长插件的售卖数量等 还会给它进行分润 所以对于MKB团队 会有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可以说这种合作方式 非常健康的将MKB的影响力 进行了变现 MKB是自媒体领域的头部创作者 制作的视频 画质、逼格、军事行业 拓不及 他来讲如何制作视频 来卖视频的特效插件 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像这种标准化的课程或插件 一般价格也不至于太高 观众能接受 对MKB团队而言 也只是单次时间精力的投入 不用多余的维护与运营 收益却是持续的 不过赚这钱 一需要影响力 二需要高质量课程开发的能力 至于国内外哪些平台 还可以赚这样的被动收入 咱们有空单独出视频来聊 MKB下一个收入来源 就是定制设计的周边产品 许多YouTuber都会提供定制周边的收卖 比如T恤之类 因为有不少第三方和YouTube合作的平台 比如Spreadshop和Spring 通过这些平台 创造者只需要提供最基本的logo和图案 就可以开店卖T恤 卖马克杯 产品由这些成熟的第三方平台供应 品质有一定保证 也不会有供应链和库存的压力 卖一单赚一单 发货什么的都不用自己管 看起来是DJ money 但坏处就是本质产品上 没有什么差异化和竞争力 因为大家都用的同样的供应商 我们以前也分析过 卖T恤这类周边产品 想要真正的赚钱当成一个生意 频道得有饭权属性 要不然就只能赚点小钱 因为这都属于非刚需产品 或者你的周边真的有特点 比如品质出作 比如有脚强的设计能力 从MKB的周边产品来看 团队有比较认真的在经营周边产品 交易用的不是第三方平台 而是自己域名的独立网站 供应商肯定也是单独挑选的 从产品展示上看 也能看出与频道调性相复的设计感 比如T恤有视频帧率主题的 直方图主题的 键盘主题的等等 展示模特也不止MKB本人 还有其他员工 包括女性员工等 这一块具体的收入很难判断 在MKB团队整个商业化版图里 占的比重应该也不高 不过MKB的周边店是2018年开的 至今依旧运营 SQ虽然不多 但比最早期只有T恤也丰富了不少 在每期视频下方都会有链接引导 说明经营的还不错 MKB除了视频内容之外 还有播客 MKB是在两年多前进入播客领域的 有一个单独的叫Waveform的播客频道 这对于很多YouTuber 尤其是知识领域的创作者 算是很常见的操作 就是在主频道之外再开一个播客频道 进行一些人物访谈深度对话等 播客频道的内容一般时间比较长 一个小时都算短的 我们都知道视频时间越长 意味着中间可以插入更多的广告 如果玩播率好 视频的RPM会很高 所以这一块的平台分层应该也很可观 有不少YouTuber在播客频道做大之后 干脆只做播客了 比如这个叫H3H3的博主 也是YouTube的风云人物 主频道近600万关注 但已经三年没更新了 现在它基本只是运营 这个200多万粉丝的播客频道 播客内容除了发YouTube之外 还可以发音频平台 比如苹果生态的Podcast 还有Spotify等 这样一可以触达更多的观众 二也多一个变现途径 因为这些平台 也可以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 播客频道的新奇 在YouTube已经有好几年了 这种高时长的访谈形式 在国内视频平台还比较少见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我们聊过多次的 对于B站等国内视频平台的创作者而言 视频时长与收益并不成相关性 播客类型的内容在国内并不少 但并不出现在视频平台 而是主要在纯音频平台 比如运营多年的喜马拉雅、蜻蜓 比如近两年火起来的小宇宙等 总的来看和国外的生态 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MKB收入来源另一块 联盟营销 联盟营销的英文叫Affiliate Marketing 也是YouTube常用的变现方式 比如理财博主在视频下方描述区 放一个主流券商平台的邀请链接 通过这个链接开户的观众 能得到一些优惠 创作者也会分到一点好处 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变现方式 需要拉新的平台得到的用户 创作者和观众都分到了实际的好处 MKB的视频描述区 都有一个亚马逊的链接 这里展示了他所使用的各种装备 如果观众从这里下单 MKB会得到亚马逊一定比例的反点 这一块收入的比重肯定也不会多高 但对于MKB团队而言 运营成本为零 纯粹的被动收入 联盟营销这种变现方式 国内外的生态差别很大 在海外平台运用非常广泛 但在国内似乎并不多 尤其对于创作者而言 总结下 MKB的商业化方式 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严选赞助商 规避利益冲突 二是与第三方大平台合作 通过自己产出的课程和线上商品 在能把握产品质量的同时 又有稳定的被动收入 也正因为这些特点 MKB才能做到既挣钱 又保持口碑的长期稳定 规避了数码科技博足 普遍存在的王志如悖论 MKB团队去掉开支 每年利润有个几百万美元 应该是妥妥的 不过MKB的商业变现方式 由于国内外平台的差异 对于国内平台的创作者 很多方面是难以借鉴的 比如平台广告分层 这一块在国内的平台基本上 是聊生于无的状态 再比如联盟营销等 这种方式在国内运用的也不多 但是按课程开发 赞助商的筛选 周边产品的设计等 应该还是有些值得参考的地方 说到王志如悖论 其实国内有一个做数码评测的团队 也很好的规避掉了 做到了内容的中立 以及成功的商业化 至少曾经是这样 是哪个频道呢 这里先留个悬念 大家也可以评论区里猜猜看 咱们有空再专门剖析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